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篇相当集中地展现了孔子对他的弟子的评价 特别是对炎回子璐的评价 这第一手材料史料价值非常高 也是历代学者对汝门弟子的评价依据 这一篇里还有特别著名的试作章 千古传唱影响了历代的文人默克 我们先学习六章 先来看第一章 子曰 先进于礼乐 也人也 后进于礼乐 君子也 如用之 则武从先进 来翻译一下 孔子说 先学习礼乐 而后再做官的人 是原来没有绝路的乡民 先当官 再学习礼乐的人是君子 如果要选用人才 那我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的人 这章里出现的野人与君子的对比 野人是指朴素少文的人 或指乡野平民 君子呢 是指有绝路地位的士兮贵族子弟 所以你看 语言的变化是有惯性的 孔子这里用的君子 是在原来大家习惯使用的意义上 表明社会地位较高的人 先进与后进 前者是指先学习礼乐 才有机会做官 后者是指先有官做 后学习礼乐的人 在整个诸代 人们因社会地位和居住在城内外的不同 社会存在着贵族 平民和乡野之人的区分 孔子认为 那些原来就有绝路的人 也就是在围观以前 并没有接受礼乐知识的系统教育 还不知道怎样围观 便会世袭 或者有直接任用围观的机会 这样的人呢 可不是孔子心中的首选 而那些本来没有绝路的平民 在他们还没进入仕途以前 如果已经全面系统地学习了礼乐知识 就知道围观应该具备什么知识 行为举止 如何履行职责 怎样当一个好官 这才是孔子的首选 所以你看 这段话说明 孔子可能是在和同仁或者学生们讨论 选拔人才的优先条件和标准 在当时贵族世袭制的时代 孔子的这句话真可谓石破天惊 镇笼发聩 生活在变化 完全世袭制的基础 已经被历史撬开了一个裂缝 社会生活出现了全新的可能性 对此 孔子不但不反对 而且大力提倡 如果你还记得 我们在论语上半部讲过的 孔子的学生 他们的出身啊 多半都要归到野人里 世阶层的兴起 正在改变先秦社会的传统用人方式 在孔子去世后不久 莫子 孟子 庄子 荀子 荀子 慧师 公孙龙 以及驰骋各国游说的纵横家的辩士们 上演了一台台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剧 世阶层的黄金时代 马上就要到来了 来看下一章 子曰 从我与陈菜者皆不及门也 孔子说 曾跟随我在陈国 菜国受困的学生 现如今都不在我身边了 这应该是孔子反鲁还先后说的话 当年 捆于陈 饿于菜 喂于矿 弟子们跟老师经历了艰难险阻 生死考验 那曾经的风风雨雨 历历在目 现如今他们都出息了 各有所归 在中原诸国谋职 发挥作用 子鹿 燃友 子贡等人都不在身边 而炎灰早死 此刻 夫子回想起弟子们 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再看下一章 得行 言冤 民子谦 染伯牛 重工 言语 载我 子贡 正事 燃友 记录 文学 子游 子夏 翻译一下 这一章非常重要 中明的孔门四科十折的说法 就出自这里 你注意 四门中 德行门派第一 孔门弟子为什么这么排列分门呢 历来对此有不同的说法 德行门派第一 这个意思好懂 不用多说 孔子开的学校 就是培养君子人格的嘛 言语门第二 说明孔子对语言表达的重视 你可能要问了 前面不是说孔子喜欢 乐于言而敏于行的人吗 不错 这是指修学过程 或者为人处事的方式和风格 但不表示不重视语言问题 第一 这里的言语 主要含义 包括从事国务外交活动场合中的辞令 这个言语是和社会行为 实际政治行动 直接相连的 第二 孔子遭逢纷乱的世道 礼崩乐坏 首先就表现为 明 实的脱离和分离 明不腐蚀的社会乱象 所以在言语的问题上 除了强调实际行动的意外 强调不能光说不做的重要性之外 对于言说行为 对语言本身 它是非常重视的 后面我们会看到 毕业正名乎的句子 这里暂且暗下不表 文学门 放到最后 怎么理解呢 文献点击知识不重要吗 当然不是 如果真的不重要 孔子就不会单独把它列为一门了 点击文献知识的学习 是必要的工具 进学的必经阶段 大六亿 小六亿都有它 但如果你只会背书 书本知识学得好 却不能上身 不会运用 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在孔子看来 这就是小忍辱 这种把人 按照德行分类的方式 论语起了个头 到试说心语呢 发挥到了极致 整本书都是按照这种类目来安排的 我们再看下一张 紫曰 回也非助我这也 与五言无所不悦 孔子说 言回不是对我有帮助的人 他对我说的话 没有不心悦成福的 你注意 与五言无所不悦的悦 写作说话的说 其实是个通假字 跟论语第一句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的乐一样 通喜乐的乐 前边咱们讲过 在孔子的众位弟子当中 严回是孔子最看好的学生 甚至有一搏相托之意 可惜早死 这里表明严回对于孔子的学说 发自内心深信不疑 全权服应 说严回非助我者 并不是对他的批评 上下句结合起来看 是对他的肯定和表扬 不过 你得注意 这个非助我者也 还有另一层意思 清人有个解释 此言讲解以辩论为意 也就是俗话说的 教学相长 正是在课堂上 师生的互动中 相互讨论和辩难中 所学习的知识和概念 意思才能有 更为深入的阐发和理解 但在面对严回时 授课中 他几乎是一点就透 心领神会 从不在课堂上 对老师的讲授 提出质疑和问题 从学习接受的角度来说 他很好地完成了 聪慧过人 但从教学和推进思路的角度来说 孔子略有不足之感 我猜 这个不足之感 指的就是这个非助我者 也就是教学相长这方面 你想 老师在堂上讲了一个道理 如果有学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来 需要老师回答 这样他就能够更进一步深入的 阐发这个道理 并且联系实际 解决问题 不但对于学生的理解有帮助 而且也会对教师加深认识 有很大帮助 就好像说 我教学生打拳 我占了一个桩 摆了一个柿子 如果对方不发力 不从各种角度来主动地攻击我 我就只能是一个占桩的姿势 行话呢 叫死桩 正是在对抗不同角度 不同力道的攻击中 我才能把这个桩工和柿子的用处展示出来 学生也才能在感受到 招式和力量是从何而来的 这同样是助我哲也的功效 所以你从夫子这句略带一丝汉意的话中 能体会出孔子更喜欢的 另外一种课堂校学模式 来看下一章 孔子说啊 明子谦真是孝顺呢 人们对于他的父母兄弟称赞他的话 没有什么意义了 坚就是非翼挑错的意思 坤就是哥哥兄长 上部我们讲过明子谦 历来对他的笑行人们都称赞有加 我曾在密云采风采访过几位老人 他们是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艺术形式五音大鼓的传人 至今他们还在传唱整本的明子谦的折子戏 来看这一讲的最后一章 南戎三复白龟 孔子以其兄之子弃之 南戎反复宋读 白龟之殿尚可磨也 思言不殿不可为也的诗句 孔子就把侄女嫁给了他 白龟之殿这一句 出自诗经大雅义 意思是白玉上如果有污点呢 还可以磨掉 可是如果我们言谈中讲错了的话 就无法收回了 这是告诫人们要谨慎自己的言语 你还记得《公野长篇》里 咱们学过孔子对南戎的评价 说他帮有道不费 帮无道免于行路 通过这一章就明白南戎为什么在帮无道时 能够做到免于行路了 诗经《大雅义》是一首著名的讽刺诗 诗人忧心忡忡对当时的乱政与昏庸的统治者一再禁言 你熟悉的那个耳提面命这个成语就出自这首诗 为什么孔子一再强调要慎言呢 尹白龟的诗句意思是说不该说的话绝对不能说 南戎再三吟诵这几句诗 说明他深深的懂了 不仅是统治者不可放言乱语 身为普通的贫民更得谨慎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生逢乱世 处于动荡时局中的人会有什么具体感受了 孔子希望学生们认识到这一点 而南戎做到了 所以他在帮国无道天下大乱时 能够明哲保身 好 这一讲到这就全部结束了 我给你留个思考题 回想一下你过去的学习经历中 有没有子贡载我这样善于提出问题 甚至有点刁难老师的 他们对你有什么启发呢 请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思考 下一讲我们继续读先进篇